字幕提供 SHF佛道王的第三型態 整個異型的型態終於出了 那也出了幾個禮拜了 替換的手掌 小的特效 頭蓋骨 尾巴 納米克星的龍珠 替換表情 還有爆香的手 佛道王第三型態的尾巴 跟後面的這兩邊 都是要自己再安裝上去的 整隻 我個人覺得就是非常微妙的一個造型 這種異型感始祖 但是如果 直接說缺點就是不夠高大 因為他在漫畫中似乎 可以再更加高大 那可能礙於SHF 他們的設定 就是把它設定成這一種大小 其實是算有份量的 非常還原的臉部造型 然後身上的這種肌肉細紋 然後腳指甲 跟手指甲 黑色的部分 後面這裡 有一些建成的塗裝 包含 頭的底部 可動方面來說的話 我看這一隻 他的肩膀 你看你肩胛那麼大 所以他的可動一定受到限制 光是後面 他這個頭 的地方 因為角度的問題 所以他一定多少 受到限制 除非你把它拉高 平行的話 就是一定受到限制 兩邊的胸甲 不是胸甲 兩邊肩膀的 類似盔甲的地方 就是這樣 直接可以 往上先 手背 也是 兩邊 可以再更放出來一些 那胸口 的地方 腰的可動性 手背 手背 基本上 不會 因為這個 肩膀的 盔甲 受到 非常大的限制 其實 這樣平舉 都還蠻OK的 腳 腳的可動其實也相當不錯 那 至於 前後 的可動性也算非常好 那尾巴部分 可能就自己要喬一下 膝蓋的地方 也是 腳掌 就可以微調 那他 尾巴的地方 你可以自己調整 他這邊一個圓球關節 有兩段 這邊也是 就可以自己做一個 角度的設定 那接下來可以 直接看他 換臉 然後跟 換上 上面的這個 全新的 眼部表情他直接是 跟他的頭開骨 直接拆起來 做分段的 那他這邊有 大小的孔 他只要依序的 對準 卡上去 這樣就OK 但 我真的其實分不太出來 這兩個 頭蓋骨的造型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啊 右邊的這個 這邊 的這一根比較長 左邊的比較短 幾乎就是這樣子 好 在漫畫裡面 我真的沒有注意到 這樣的 差別化 那還是建議 就是 只要是關節的地方 就是圖凡是0 我會覺得 其實算 方便許多 那由於他的接點 在頭蓋骨 比較深的地方 你可能就是 那一根接點 自己要喬一個 往前傾的角度 你才可以比較做 容易結合的這個動作 我換上了 新的這個 頭蓋骨 加臉部表情 哇 這邪惡滿典 相當經典的一個造型 最後一個臉部表情 也是這種邪惡微笑 只是他的嘴巴 是張開的 剛才的那一個 是閉起來的 整個 他不論什麼表情 就會覺得 非常的 非常的邪惡 尤其是這個 像異形頭的這個造型 剛剛我看到特效的組裝 就是要用這一種 兩根手指的 直接跟特效做一個組裝 特效的質感 非常的棒 像這種透明的感覺 然後加上 這一個動作 哇 邪氣 邪惡滿典 超級無敵霸氣 尺寶 MING PAO TORO 頭到王這一隻SHF第三型 他有個人整體評價六顆星 那我拿到這一隻唯一的缺點就是 他兩邊的肩膀 我覺得就是有一滴滴的鬆 沒有像之前的SHF那麼的緊實 但是這樣把玩起來其實也沒有 奇怪的這一種地方 或是你覺得他過於鬆弛 就是他搬出來或是往後收的時候 你會覺得那個阻力是小的非常多 但是整個非常多的經典動作 可動性真的是相當的好 經典動作也擺得出來 然後給你三張臉的替換表情 然後斷尾的尾巴 整體的這種異形造型 我個人覺得是相當無敵之經典 那整個不管是任何一個表情 看起來都是非常非常的邪惡 那缺點可能就是 只有我個人覺得 剛剛我上述的那一些缺點 那其他的地方 我真的覺得算是做得相當相當之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Love&Peace 掰掰